欢迎收听民国大案 我是吕鹏 1905年10月5号 上海市发生了一起产权诉讼案 这个案子的矛头 只指一个叫黄楚九的人 这在当时可是件新鲜事 一时间博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这宗案子很有意思 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呢 是一个外国人 他状告黄楚九 偷窃他的家传秘方 然后牟利 因此要求黄楚九 要给他赔付50万美金 可是在上海这地界 黄楚九那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在制药界啊 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个没有名号的外国人 也敢来跟黄楚九争权夺利 这不找死吗 可是事情的发展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甚至牵涉出了一些 不为人知的内幕 黄楚九浙江渝瑶人 15岁的时候在上海的清新书院 倒不是因为黄楚九是块读书的料子 实际上啊 是因为在这一年黄楚九他老爸不幸离世 黄楚九的老妈迫于生计 万般无奈之下 才带着儿子来了上海谋生路 黄楚九本人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读书 与其在学堂里边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去社会闯荡 积累资本 毕竟要是只靠他老妈一个人 是很难在鱼龙混杂的上海过下去的 黄楚九想来想去 一时间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法子 赚钱固然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并且来钱快的路子 思来想去 他最终决定跟着老妈呀 先熟悉社会 黄楚九的母亲呢 是一个医生 虽然医术不是顶尖的水平 但是治疗一些平常的伤病感冒啊 那还是不在话下的 黄楚九跟着他妈妈一起行医治病 他呢 负责给老妈打下手 在这段时间里 他认识了不少药品 他把这些东西啊 都记在脑子里了 这就是日后黄楚九发家致富的法宝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黄楚九主动离开老妈 然后独自一个人去了附近的城隍庙前面摆地摊去了 卖的呢 都是一些平常的药品 但是黄楚九的手段可一点都不平常 他仿照那些招摇撞骗的赤脚医生 在自己摊子上啊 挂了一个祖传秘方的旗子 然后对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呢 就大声吆喝 哎 祖传秘方来 灵丹庙药 一颗白骨生肉 两颗起死回生 各位老爷们 走过路过 您别错过了 各位 哎 就天天这么吆喝着 虽然说的很邪乎 但是好歹呢 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时间久了 人们就都知道 城隍庙附近有一个卖药廊 有事没事的时候啊 也就有人来光顾他这地摊 除此之外 黄楚九还让自己老妈免费出诊 然后以这个名义来给他拉人气 这招可以说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黄楚九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赚到了一万块 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 还在上海一处稍微偏僻的地方租了一家店面 然后开了一个名为易寿堂的药店 他老妈呢 亲自坐枕 然后黄楚九依然干着卖药的老行的 当然黄楚九可不是什么老实本分的人 从这个药店的名字就能看出端倪来 黄楚九在门口贴了一个告示 向大众解释了易寿堂名字的由来 易啊 就是奇异的那个易 寿呢 就是寿宇的寿教授的那个寿 因为他的老爸自是义公 因此义寿堂的意思 就是他老爸义公 在天之灵 寿宇黄楚九的灵丹妙药 黄楚九啊 也是个人才 他心里明白广告效益的好处 但是他连自己死去的老爸都不放过 这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 就在这时候 黄楚九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黄楚九凭借自己的营销手段 在短时间内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本 也认识了不少商界和药界的人 黄楚九偶然从朋友手里买到了一个药方 这个药方呢 其实就以保健品 有点提神醒脑的功效 黄楚九看着这方子 心里可就有了计划了 当时正是西方列强侵夺中国的时候 人们也都发觉了本国和外国的巨大差别 因此在上海这个比较开放的地方 人们对外国货呢 很喜欢 黄楚九特别清楚这一点 然后他把这个药方就做了一些手脚 请了一些西洋的药剂师 然后以药方制成了成品药 但是无论从包装还是营销都以外国药品的风格来售卖 并且还刻意捏造了一个外国人 说这药啊 是外国人的祖传秘方 拥有强身健体 提神醒脑的效果 老年人服用 效果更好 黄楚九不惜重金 在报刊发布广告词 让他新药还没卖呢 就已经攒足了声势了 因此这个药 一经出售让他是狠狠赚了一笔 可就在他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 麻烦找上门了 一个外国人状告黄楚九 偷窃他的祖传秘方 那这外国人是谁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 我是吕鹏 那外国人一指诉状 可把黄楚九气得不轻 他的要是怎么回事 他自个当然十分清楚 对方这个攻击 可以说是专门照着他的软肋 狠狠就给了一拳 把黄楚九啊 打了一个昏天黑地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他的要是假的 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呀 要是真相大白 他黄楚九这条命 可就交代在上海了 可要是不说 他就得白白给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外国人 赔付一笔五十万美元的巨款 且不论他拿不拿得出来啊 就算是拿出来了 这件事真就能这么结束吗 谁知道那个外国人会不会因此 就赖着他不走了呢 这件事啊 就像是一张狗皮膏药 粘在他的脸上 让他吸一口气 都是胃里翻江倒海的 就一个词 恶心 可是这件事又不能不处理 这可着实难到了黄楚九了 卖药他在行 可是处理这种问题 他是有心无力啊 就在他无可奈何的时候 一个朋友给他支了一个高招 黄楚九听完朋友的计策 当下是笑容满面 一个棘手的问题顿时变得无足轻重 花点钱的事情了嘛 这对黄楚九来说根本不是事 只要能彻底解决这个祸患 怎么着都行 黄楚九按照朋友的意思 把这个外国人呢 请到了自己家里 然后十分客气的 请他好好吃了一顿 据黄楚九的调查 这个外国人呢 常年混在上海 就是靠着坑蒙拐骗谋生的 所以对付这样的人 就得先让他自己玩崩盘了 黄楚九呢 亲自带着这个外国人 在上海各大娱乐场所就玩啊 吃喝玩乐 全是黄楚九买单 就连去妓院 也是黄楚九亲自陪着 甚至他还花钱 请了外国妓女 让这个自称爱罗的外国人 玩的那是不亦乐乎啊 后来黄楚九 就摆出他的杀手锏了 在这些天的玩乐之中 黄楚九有意无意的 让爱罗吸毒 爱罗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染上了毒瘾 甚至赌博的恶习也有沾染 至于在妓院玩 自然也免不了花柳病了 这一下爱罗可慌了神了 染了性病不说 还欠下一大笔赌债 最痛苦的还是毒瘾发作 那是痛不欲生啊 无奈之下 他只好签署了黄楚九开具的 产权转让协议书 然后黄楚九才答应 帮他还清债务 产权转让协议书一到手 这桩案子也算是尘埃落地了 这个爱罗呀 还是太年轻了 这么轻易就上了黄楚九的当 这下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一分钱没捞着就算了 还让人摆了一头 此后黄楚九如法炮制 又研发了很多的新药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换糖不换药嘛 但黄楚九会营销啊 在后来的几年里 仍然是有很多人愿意买账 黄楚九因此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可就在这时候 忽然形势急转之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中国虽然没有真正参战 但是因为派遣了几十万劳工奔赴战场 所以成为了战胜国之一 为了重新洗牌 以英法美义等国为首的战胜国 在巴黎开会 商定对德国的制裁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举国庆贺的事情 可事情的最终结果 让中国人呢 大跌眼镜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 但是根本没得到应有的待遇 山东青岛被强行划给了日本 这让全国上下很愤怒 之后就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为了逼迫代表团不在合约上签字 国人自发抵制外国货 这么一来 黄储九的营销策略可就失去作用了 他那些披着外国外衣的药品压根卖不出去 没人愿意当卖国贼呀 这可把黄储九给吓到了 药品卖不出去 他的资金链可就断了 无奈之下 黄储九只能暂时把重心 放到了商界的其他领域 当时黄储九还经营了一家制烟厂 情急之下 他把这批香烟呢 做了一些改造 然后以国货的名义出售 这招也挺绝 他的香烟在当时很受欢迎 质量尚且不说啊 但光是打着国货这个旗号 就让他狠狠的赚了一笔情怀钱 外国商业看到黄储九这招见效 纷纷委托黄储九替他们卖货品 黄储九呢 也不赖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替外国资本家买东西卖东西 各位 我们说这么多 有没有发现一百年前的事情 跟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很像啊 黄储九打着国货圈钱 打情怀牌 后来又替外国人卖东西 像不像现在的这个直播售货 是吧 那么就在那段爱国运动期间 黄储九的药品虽然遭受了打击 但是他在其他的领域呢 又干得风生水起 虽然这一行径很可恨 但不得不承认 他在商业上还是有天赋的 虽然不是正道 但是他也做到了瞒天过海的地步 这场危机过后 黄储九和朋友金润三 合办了上海第一家游乐场 可正是这个游乐场 让黄储九跌落神坛 这又是怎么回事 咱们呢 下期节目接着聊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结尾 咱们提到的那游乐场 名字叫屋顶花园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楼外楼 这是当时上海第一家游乐场 也是当时最好的娱乐场所 加上黄储九的鬼才营销 这家游乐场啊 很快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然后开始盈利 可是好景不长 和黄储九合作的金润三忽然去世 金润三死后 他的生意全都由他的夫人接受 这位金夫人跟黄储九一向合不来 甚至很多时候俩人破口大骂 起初投资的时候啊 金润三投的钱要比黄储九多 因此黄储九的地位要比金润三低一些 在金夫人接受生意之后 他就处处打压黄储九 俨然一副要把黄储九扫地出门的架势 黄储九一开始 并不打算跟这个女人起冲突 毕竟在黄储九的眼里 赚钱才是第一位的 因此大多时候呢 他都忍气吞声 对金夫人的辱骂视而不见 可是他的忍让 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情 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欺负黄储九 后来金夫人把生意给了大儿子打理 黄储九看到这种情况 还以为金夫人不打算和他继续闹了 可是黄储九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呢 金润三的大儿子就强行收回了黄储九 在楼外楼的股份 直接把黄储九踢出门外 算是响当当的净身出户 这可着实把黄储九惹毛了 他发誓 一定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要不然我黄储九这张老脸 我还往哪放啊我呀 不久之后 在黄储九的重金打造之下 上海另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诞生了 这个娱乐场所在后来也十分有名气 他的名字叫大世界 这是一个放眼全上海都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 在大世界里只有您想不到 没有您买不到的东西 大世界就跟一个新造的世界一样 各种货物一应俱全 还有各种工人消遣的娱乐设施和场所 反正就特别接近现在的综合娱乐场所了 这对于楼外楼来说呢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离开了黄储九的楼外楼 开始萎靡不振 再加上大世界的疯狂打压 这个上海第一个娱乐场所 很快就失去了和黄储九对抗的能力 只能看着黄储九的脸色形式 不知道精润三在天之灵看到这种情况又会作何感想啊 黄储九呢 可以说着实出了一口恶气 在商业纵横百合的他开始飘飘然了 对世界各种新鲜事物感兴趣 之后他为了壮大大世界 开始把钱投入证券交易 然后又开办属于自己的银行 就连现在地产商的生意他也没放过去 只要是能赚钱的 黄储九一律都不放过 而他的目的呢 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继续发展大世界积累资本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黄储九很快就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力抵抗的霍乱 那就是世界经济大危机 这是美国的责任 但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 把这份后果移交给了全世界承担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当然是深受其害了 当时经济大危机席卷全球 上海的经济顿时萎靡不振 人们再也不去大世界消费了 也不乱花钱了 他们唯一想做的事情啊 就是把存在银行的钱取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如果大批人都来取钱的话 黄储九的所有产业 那就会不攻自破 万般忧虑的黄储九也因此病倒了 在病床上 黄储九想出了他最后一个计策 这一招啊可以说是满天过海 为他的产业蓄了最后一口气 当时人们呢都来黄储九的银行取钱 起因是人们听说黄储九已经病入膏肓 他们担心黄储九呢一命呜呼 到那时候他们的钱就很难再取回来了 所以就有一大批的这个存户啊 就上门取钱了 黄储九听说这件事情之后 特地委托各大报纸的负责人 然后用重金让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内容是说黄储九现在身体啊 非常健康 生病完全是谣传 他还让人附上了一张他健康时候的照片 以此来蒙骗存户 这一招啊果然奏效 当时那些要取钱的存户 听说黄储九没事之后 很多人都放弃了取钱的想法 然而这只是缓兵之计 和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不久之后 黄储九死在病床上 他的产业呢也随之宣告破产 这时候那些存户才反应过来 被黄储九给骗了 可这时候啊 为时已晚 黄储九已经魂归西天了 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了 而黄储九的后人呢 为了躲避债务 早就隐姓埋名 跑得没影了 但是大世界这个产业并没有消失 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融 出资收购了这个产业 并且在日后发展的非常好 不知道黄储九在九泉之下 是不是也算有个安慰啊